看起來感覺好像比昨天的高級 我剛剛搬行李八了四層樓 實在是快要原地陣亡 剛剛休息了一下才來開箱 害我不敢開行李 剛剛一進來還先找燈在那裡 這個其實還算蠻大的啦 有冰箱 有瓦斯爐 竹水壺 微波爐 水槽 上面聽說有碗盤 還是下面 開開看好了 好 希望冰箱有水 但是這是做夢 啊 有衛生紙 我今天住的跟昨天住的是同一個房東 哇 好齊全喔 太誇張了吧 這邊有什麼 還有鍋子喔 這是可以直接煮飯欸 還有廚房紙巾 跟抹布 不錯 但垃圾桶好小喔 這個全身進在這裡比較好 我昨天住了上下鋪 他的全身進在階梯那裡 但我覺得 依我這個大盡視眼 其實是還蠻好用的 就是 那個下階梯的時候 才知道那個下一階在哪 你可以看一下 這應該是衣櫥 呃 這個是啥啊 電風扇燙衣板 我覺得裡面應該要睡一個燈才對 喔 暈斗 衣架也太少了吧 只有兩個 那一台是塞啊 那一台是塞啊 不會是暖爐吧 但我應該是不會想開它吧 然後 桌子抽取式衛生紙 我們房東是日本人 床是雙人床 那這邊也有新的衛生紙 這邊有台燈耶 但是 我應該會開著燈睡覺 所以沒差 好累 等一下再來看看 公共空間 好 我想說 可以先開一下 我今天買的東西 我剛剛最後一個買的東西 是MM巧克力 然後這個是 他在那邊可以拿來裝 散裝的那種MM巧克力的袋子 然後 我覺得很好看 我就 隨便拿幾個 然後 我有買了一些MM的紀念品 少少的紀念品 我想說明天還會 明天我打算再去一次實在廣場 因為今天實在是逛太少了 就明天再去一次 然後我那時候 因為我很想要這個紙袋 我就跟他說 可不可以幫我分開 分開結 分開結他就會給我分開兩個紙袋 然後我第一個買的 不是第一個 好第一個要講的是 明信片 這個 雖然我自己不是MM巧克力的粉絲啦 但是 就是我自己覺得很有今天價值 又有MM巧克力 然後他又有 那個自由女神像 一直反光反到我的手機上 對 然後 對 這個很有今天價值 然後這個應該是 我沒有收據耶 那收據在這嗎 啊 收據 收據應該在這 先收起來 我希望他要寫明信 那我不寫 寫這張 我看一下喔 他一張明信片是1.25 你知道那個 那個那邊 他完全沒有寫明信片的價錢 然後我就問了 在那邊走來走去的店員 他說他印象中是0.99或1.99 結果 答案是1.25 我真的覺得在美國 不要相信店員 他們的員工訓練 不知道是怎樣 都是一問三不知 然後每個人講的答案 可能都會不一樣 嗯 然後 還有一個是 MM巧克力的杯子 這個是7.99 每一支巧克力都有了 然後 然後 他杯子裡面 他杯子裡面是有寫New York的 這個的稅耶 沒有特別寫多少 還要算一下 然後 還有另外買一個 不不不 這一個 這個 這個真的是 MM巧克力的 然後 他上面這個MM巧克力 還有自由女神 打扮成自由女神的樣子 我覺得 很讚 很有今天價值啦 所以這個也買了 這個是9.95塊 他還有一個是 沒有自由女神裝扮的 就純粹是 的MM巧克力 他 7.99吧 我跟你講都是這樣 嗯 然後 帥的話 我沒有東西可以算耶 帥的話是 8.84%左右 我記得 跟星巴克好像是 差不多吧 就大概 大概是8點 多快9% 然後接下來是 我買了 一些紐約的明信片 他其實在那個 因為我是從 白老會 一路走回 時代廣場 然後走回 我原本的宿舍拿行李 原本的Airbnb拿行李 然後再去 再搭Uber去 我現在這一間 Airbnb 對 就是一路走過來 其實就 包括走到我 原本的 Airbnb 一路走來 超級多 I love New York的店 然後 我覺得 這個長得很像 油票的 這個明信片 還滿漂亮的 我總共是挑了五款啦 一個是 這個 手繪的 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 另外一個是 總共有五種 第二個是 一些 紐約知名的景點 建築物 然後第三個是 很像報紙 懷舊風的 也是紐約住民的景點 第三個 然後第四個的話 就是紐約的街景 還有大大的 New York 在這邊 然後第五個是 這個 除了夜景以外 我主要是覺得 它這個 很像蓋章的這個地方 我覺得滿漂亮的 所以我才拿的 然後我挑的啊 全部都 因為它後面會寫 那個 就是 誰拍的照片 什麼時候拍的 有的會寫啊 然後 或者是在哪裡印的 我全部都 特別拿了 在 USA印的 這樣感覺比較有 從美國來的感覺 然後 這每一個明信片都是 我的收據 它這家很特別 我平常都是刷卡 但是這家在結帳的那邊 它就特別寫說 刷卡的話 要收3點多%的手續費 我想說 3點多%的手續費 我台灣的信用卡 也才回饋三包 我BOA的信用卡 也才回饋三包 那收3點多%的手續費 有點太高 然後 我就付現金了 剛好我也有帶現金 然後 它還有找錢 我第一次拿到那個 零錢小超 因為我平常帶的零錢沒有那麼大 然後它是 對 一張0.99塊 然後 稅的話應該是一樣的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就是 我在哈利波特買的了 我在哈利波特 花了99塊 左右的美金吧 99.11塊美金 超級多 好 喔 我發現 美國這邊的 那個 紙袋 都要錢耶 這個要 0.05塊 我那天去辛拉克 也是要0.05塊 所以 對 它們應該就像台灣一樣 塑膠袋 要付錢 類似這樣吧 但只有紐約有 這家又沒有 我想想 我首先 一開始我一進去的時候 我就 很喜歡那個筆記本 但是我一開始看到筆記本 沒有這個金屬的 是其他的 那叫什麼 壓印的那個筆記本嗎 因為這個是皮的 筆記本 然後它裡面那個紙 有點像是 塗色的 塗色的 塗色的那種子 但是我後來又看到了 這個 它是 就是有一個金屬 立在這邊 然後上面字又是燙金的 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我那時候有在猶豫 就是它各個學院的也有 然後霍格華茲這樣子也有 各個學院裡面的話 就很明顯 史萊哲林的超級漂亮 就看起來很有質感 其他的就 我自己做測試的話 做測驗的話是 雷文克勞 我怎麼做都是雷文克勞 我甚至換帳號 重做一遍 還是雷文克勞 但我自己也蠻喜歡史萊哲林 我就很猶豫說 我到底要買史萊哲林 的 還是 要買整個霍格華茲的 但我後來想想還是買霍格華茲好了 畢竟我也不是史萊哲林的 然後它 它裡面紙有一點 黃黃淡黃色的 感覺有點像那種什麼 再生紙 但我不確定哈利波特裡面的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對哈利波特的故事 我都有看 但是我也忘了差不多了 而且我是只有看電影 我沒有看書 然後 我還要買了 靈性片也可以送人的 反正我總共買了六張 就是我自己喜歡的三張 然後乘以二嘛 對 我通常買的東西都是 買來送人的東西 都是我自己也很喜歡 所以我一定自己也會有 這三張明信片啊 其實我那時候也有看到 那個吊石 這三張明信片是那種 小時候不是會有那個吸鐵 就它會立體的 有看到嗎 我拿那個史內補的 跟兩個哈利波特 我自己看不太到螢幕 希望會動 反正它是立體的那種 會動來動去 對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因為它是 它有給信封 它是金色的信封耶 完全就是我的猜 OK 然後我還有買了兩支一樣的 就也可以送人的 這個是金探子的筆 我不確定是原子筆還是什麼 但因為我覺得 這個是裡面說筆 看起來最有質感的 它其他筆都是8.99塊 然後沒有盒子 就是一直筆在那裡 看起來就還好 然後這支 喔 痾 兩倍 18塊 就我覺得漂亮了 它那個金色的很有質感 欸 它的金探子 上面感覺好像有臉一樣 但我也看不太見 我不想把它拆封 我不確定要不要送人 所以就先留著這樣子吧 嗯 痾 這是沒啦 對 我在紀念品店買的東西 大概 就這樣 然後我還有喝奶油啤酒嗎 這個應該已經拍過了 我還有拍它是這麼洗的 我覺得蠻酷的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甜甜的味道 它洗的還蠻乾淨的耶 這我有點驚訝 但它杯裡也是有寫哈利福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對焦 我現在整個視力下降 看不太到 對 啊 真的太累了 現在不知道幾點 手進來錄影 看不到時間 我想要 十點之前可以去洗澡 但是我還沒有吃晚餐 然後這個哈利波特的紙袋啊 它背面有 不一樣的圖案 呃 字樣 就是 Death Eater 嗯哼 OK 然後 我晚餐 其實我們本來晚餐要吃 漢堡 但因為我同學 去 他們是要去看Sleep No More 但我沒有想要去看 他們 就有訂了票 所以時間上比較趕 沒有空排隊 因為那個 我們原本是要吃 叫什麼 Joy's Pizza嗎 他真的排超多人 但他們沒有時間 所以就想說算了 然後我也想說 我還 因為我實在廣場那邊 實在是逛太久 我逛MM巧克力就逛了超級久 因為在想 到底要買什麼 然後 那個 變成我迪士尼也來不及逛 可是迪士尼感恩節不開 就是 今天一定要逛到才可以 如果要逛的話 不過我覺得迪士尼我真的還好 他就是賣一大堆玩具 沒有什麼特別 對 然後這個是 我第一天 第一天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二天早上 那就是昨天喔 我時間已經過到亂跳 昨天 的早餐 看看他 他其實一個杯夠還蠻大的 我那時候就紫色版 我發現我這間AMBMD 住的人超級多耶 我都有聽到別人回來的聲音 但是這一動單 我剛才已經去看了 他不在那個廁所的兩間 然後 浴室是超大浴缸 然後也有置物欄 我覺得超讚 這邊的 這間真的比較好 然後 他旁邊就是餐廳 星巴克走路只要 星巴克走路只要 其實他星巴克有一間 走路可能只要兩分鐘 但是 今天七點就關了 所以我剛看已經關了 然後 再比較遠一點的星巴克的話 就是走路六分鐘 我剛來的時候發現 我們這裡好像蠻熱鬧的耶 剛剛看到蠻多人走在路上的 而且 因為這邊又有很多餐廳 然後還有whole food 就 大家都會走來走去的 而且我們本來 今天晚上要吃的那間披薩店啊 我這邊也有 應該走路五分鐘就到了 我看起來比 我剛說走路六分鐘的那間星巴克進 但我還是想要去實在廣場那家吃 因為那家好像是第一間 那天沒看到 你有了 那天晚上要去實在 那天晚上要去實在 那天晚上要看到 那天晚上要去實在 那天晚上要去實在 我請你 先站在攝影師 我們在爭培 那天晚上要去實際 那天晚上要去 건배 那晚晚 i need to dust and clean my throat